第二場 冒土勝利 台北市長柯文哲西裝筆挺出席 內科之心BOT案開工典禮 巧合的是完工日期是在總統大選的 2020年時機點實在敏感 不管選不選總統這個都要做了 開玩笑 這個兩回事 主要是內科有四兆產值 但是產業是有新陳代謝 所以變成要有一個創新創業中心 就在這樣預成 成功的再出去 2020規劃國文哲再度鬆口 不過現階段他得先平連任 根據美麗島電子報最新民調 台北市民對於立委蔣萬安的好感度 略高於前立委丁守中 國民黨內部多份民調也發現 蔣萬安的氣勢逐步上揚 未來跟柯文哲一絕高下的可能性不低 而民進黨內除了獲得各派系力挺的立委姚文志 綠營大佬也點名行政院長賴清德 營造賴神佔科批的氛圍 那個是很久以前的事 我是這樣說 有啦就聽過了 綠營大佬是總 沒有啦這個 沒有啦他現在當行政院長怎麼下來 控制坦誠 確實聽過綠營拱賴清德的傳聞 再加上萊營人氣王蔣萬安 未來首都市長選戰到底是三強鼎立 還是柯文哲蔣萬安的對決 情勢還在變化當中 這台北綜合不倒 沒有啦 誰也是警告 哪有多地方 你們在這台北綜合不來